南韓星期一公布最新民调显示 总统文在寅和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的支持率 双双跌至执政以来新低 调查访问了2510人 文在寅的支持率是34.1% 较上一周下跌3.6% 创下任内最低水平 他的不支持率高达62.2% 执政共同民主党的支持率是28.1% 较上一周下跌2% 创下任政府任内最低水平 当地传媒分析 文在寅和执政党民望插水 和公职人员炒地皮的丑闻有关 虽然文在寅已经公开道歉 但这件事引发民怨 重创政府的公信力 长期以来 南韩人口过分集中在首义市、仁川市 和京激度的首都圈 导致城乡发展不均 首都圈住房供应紧张 楼价不断攀升 政府近年陆续在首义市外 多处农坑或是限制地带 指定开发多个新市镇以满足房屋需求 当正地之后 原地主不仅可以选择领取补偿金 或相应土地补偿 土地上种植的树木 国家亦会以面积、树木大小等 另外计算补偿金 在今个月初 隶属获土交通部的南韩土地住宅公社 被揭发有职员涉嫌投机收购土地 并移植可以快速生长的大型桥木 以谋取暴力 政府调查后发现 有20个员工涉嫌利用内幕消息 借亲友名义收购当局有意 征购以兴建住宅的土地 获取政府据额赔偿 共同民主党有6个议员卷入事件 就连文在寅的扣子也牵涉其中 当地传媒披露 文在寅妻子金正属弟弟多次收购土地 后来均被当局征收兴建住宅 包括一片以11亿韩元 相当于750万港元收购 2010年获政府赔偿58亿韩元 相当于4000万港元的土地 在野党认为金正属弟弟收到内幕消息才买地 但他否认指控 自称是从事树苗销售业并非投机者 公务员炒卖地皮炒文曝光后 国土交通部长辩张音引咎辞职 南韩土地住宅公社有两个职员兴生 文在寅上星期二 就公职人员违规炒地皮事件公开道歉 他强调政府将坚决斩断 蔓延至全社会的房地产腐败链 产除楼市积极 政府也宣布将讨论扩大房地产登记制度 适用范围至全体公职人员的方案 打算通过强化监管措施 跟随房地产投机行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就算下方案 旻情节目 请请请请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我们的支持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赏